讲修行,乐实生活,讲佛法,应用于人生,欢迎来到禅心学院,聆听打官师父教会,开启智慧人生。 畅谈六祖谈经,三二六,思维法义,整理者心灯,读诵者心音。 八正道之正见,正思维,一,正见,透过闻思修的闻,你才能具备正见,闻是一种智慧,故约闻慧,首先,你要多读佛说的经典, 不管大成小成,在我心中并没有大根小,大还是从小来,所以你要老实。 在读经典时,你要实时归于自信,讲得更具体一些,就是你要清清楚楚,看到你的心。 比如,你看金刚经时,有没有看到你内心所有的执着,你怎么降伏你的心? 看地藏经时,你要看到你往昔所造诸恶业,皆由无始贪嗔痴。 如果你读任何一本经典都能回归你的内在,我就会鼓励你看下去,你的条件足够,解门可以广,但行门要深。 此所谓,解广行深,但一般人是解少,然后希望行深。 你不要找借口,说你没有时间读经典,你有时间跟人家吵架,打电话,抱怨,讲是非,或一个人胡思乱想,或连续剧一步一步看。 其实每个人都很有时间,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起烦恼。 你应该把起烦恼的时间拨出一点出来读经典。 读经典有两种方式,一是读原文,一是读注解。 你自己选择用什么模式去学习,就好好去学习。 但最好,有一本佛学字典。 第二,你应该常闻佛法。 如果你真的忙到没有时间,请打开电视或网络,那么多法师任君选择。 第三,你要接近善知识。 善知识不一定是出家人,虽然有的人修行,不见得比你好,有的在家人佛学知识很强,却不见得会修行。 你只要请教对方,比你强的那个部分。 以上的三项是不冲突,不相抵触的。 你能同时做到,才能够正见。 在戒律当中有一条,就是在你能力范围可以到得了的地方, 有善知识在讲经典。 你没有去听,就是犯戒。 很多刚学佛的人,尤其是知识分子,自己在家读经典, 而信徒则喜欢跑道场,参加法会。 这样,都不圆满。 你只有真正具备了证件,才算是一个正信的佛弟子。 正信,是很困难的。 二,正思维。 有的人愿意看佛经,听闻佛法,也愿意去请教别人, 但很可惜的就是不愿思考。 这样的人,就是教别人的甘蔗渣。 就是鹦鹉学蛇。 你看的书不是你的,你听人家讲的不是你的体悟, 你问别人的也是别人的东西,你自己什么体悟都没有, 所以,你要思维。 就像你读谈经,六祖叫你不娶不舍,你凭什么做得到? 叫你不要执着,你凭什么不执着? 叫你观自信,你要如何观? 只要一思考起来,你就会发现你完全不知道。 这时候,你就当正思维。 有些人学佛前会胡思乱想,学完佛却不敢想, 因为他以为想就是意识,就是脑袋, 所以干脆不想,就呆呆的。 你是可以想的,但是要深入法意,一直思维到找到答案为止。 你不要东跳西跳,那叫胡思乱想, 不要把正思维跟胡思乱想混为一谈。 你要按照个人的体悟去研读经典,懂了,就让它过去, 不懂,则慢慢思维法意。 散步,静坐的时候都可以思维, 上班的时候要上班,工作, 除非你的工作,除非你的工作是可以思维的。 学佛,一刚开始,就是要学智慧。 八正道,是把智能摆在前面, 而六波罗蜜,把智慧摆在后面。 是因为菩萨已经有了这个基础, 所以后面的那个慧的层次更高, 就是要达到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了。 前面的慧是一个关, 把这个关口打开, 从那边进来, 按照身口意分, 这两个属于意。 修行的重点, 就是要谈身口意。 你真正思维了, 你才能够了解, 这, 就是我们所讲的姐们。 姐即是, 我已经懂了。 文后思维, 你愿意用功思维法义吗? 心平和老耻戒, 行职和用修禅。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,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, 感恩您的聆听,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